女子石米跳决赛来了 现在登场的是全红蝉 第一个动作是107B 难度3.0 向前翻成三周半躯体 这是她的第一跳 第一跳还是非常的稳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下午 在多哈市井赛的选拔赛中 一场备受瞩目的女子石米跳台比赛 吸引了全球目光 参赛选手包括奥运冠军全红蝉 陈玉希 张佳琪等 他们悉数亮相 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和过人的勇气 全红蝉和陈玉希作为夺冠热门 备受关注 在第一阶段比赛中 陈玉希以出色的表现 击败了全红蝉 夺得了冠军 这次比赛的第一跳 全红蝉展现出了完美的技巧 跳出了82.5分的高分 高居第一 陈玉希也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 以81分的成绩紧随其后 然而 谁也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比赛成为了陈玉希的表演舞台 第二跳 全红蝉出现了重大失误 结果只得到了67.20分 陈玉希趁势反超比分 此后 陈玉希继续稳定发挥 连续跳出了94.05分的高分 虽然全红蝉在207C动作中 也得到了95.70分的高分 但无奈前面落后太多 最终陈玉希以432.30分夺得了冠军 而全红蝉以415分的成绩 获得了第二名 尽管全红蝉和陈玉希在得分上相互竞争 但他们也是相互促进的伙伴 每次的得分都在400分以上 展现出了断层式领先的实力 只要没有太大的失误 中国队获得世锦赛和奥运会上的这两枚金牌 还是没有悬念的 全景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正如烈火般炽热的燃烧 与子十米台决赛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陈玉希以总分432.30分的优异成绩 再次战胜了全红蝉 夺得了冠军 这次的比赛 双方的差距比几天前更加明显 全红蝉在407C的动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 6243D的动作中也存在一些瑕疵 前三跳就已经挖下了超过20分的大坑 尽管全红蝉在207C的动作中跳出了三个满分 但仍然无法力挽狂澜 挽回败局 在五跳的动作中 虽然陈玉希有三跳的得分不如全红蝉 但整体发挥上更加稳定 甚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最终 陈玉希成功地力压全红蝉 实现了选拔赛三连冠的壮举 在比赛中 陈玉希展现出了她的精湛技艺和超凡实力 无论是从动作的难度系数 完成度 还是从得分情况来看 她都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而全红蝉 同样展现出了她的实力和潜力 但在关键时刻 却出现了失误和瑕疵 这让她错失了夺冠的机会 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陈玉希来说意义重大 她不仅成功地 为免了全锦赛女子十米台的冠军 更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天赋 而对于全红蝉来说 虽然输掉了比赛有些遗憾 但她也需要在这次比赛中 汲取经验和教训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这场女子十米台决赛的竞争非常激烈和残酷 两位选手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 但陈玉希最终凭借着更加稳定和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争夺冠军的较量 更是一场展现中国跳水队实力的盛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